表列席報告完畢 現在請陳委員移民質詢 審答時間為30分鐘 院長 還有在座的各位立法院的同仁 行政院的內閣的官員 大家早 今天本席在這邊質詢 首先要以宋朝張宅講的一段話 為天地立心 為聲明立命 為往盛紀學學 為萬事開太平 過去 張宅講這個話的時候 很多的政治人物 或者在朝在野的學者 只要想要做今世 即時的 都會引爲他的一個重要的追求的目標 本席希望今天能夠針對環境污染 生技製藥 西型肝炎的防治 甚至我們高雄 大陵埔地區污染的這些狀況 來跟院長做個質詢 我們是不是可以請院長上台 謝謝 請您院長 首先 我先請教一下院長 請教一下院長 關於這個之前 內政部 花敬群市長 市長提出來的 老屋見檢的主張 現在是不是不推了 這個部分 他提的部分 那個主張裡面有很多 其實是在研議中的 所以 並不是一個 完全 這個 成熟或者已經確定的一個主張 那麼當然 一個對住宅安全的 這個政策的研議 可以有很多的討論 所以換句話說 就可能不推了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我們對住宅安全 還是會有一些做法 我知道 那院長 到底這是怎麼一回事啊 為什麼一個次長 講的話 之後就被我們 葉俊榮 葉部長就打臉 然後 內閣 是不是都是自走炮 沒有機率 我們請這個葉部長來說明好嗎 對 跟委員報告 那華市長是在一個研討會裡面 就 內政部有關安家雇員計劃 那做一些 所以換句話說 常常這種狀況就是 然後他在那個過程當中 丟出一個風向球 只要是 雨晴覺得不適合 你們就收回 那這個策略不要常常用好嗎 因為這常常是會 擾亂我們的民情 單純是一個研討會的發言 好不好 好 當然我也不希望啦 院長你常常是這樣子的打臉 我們的閣員 踩著閣員的屍體往前進 這樣其實是不太好的啦 好 再接下來 兩岸的關係也是一樣啦 院長 我要問一下 我們現在國際民航組織是確定 拿不到 收不到這個邀請函了嗎 這個部分 目前看起來我們是 是應該是沒有拿到 那我們的部長 我們的外交部長 現在是不是就在處理這個東西 是的 他會在 稍後會開個記者會來說明這個事情 所以就是 我要提醒啦 這個 520之後 你們是完全執政了 過去在世界衛生大會的時候 還可以蒙混過關 你們的林宙妍部長 可以拿著邀請 蔣炳皇前部長的邀請函 到世界衛生大會去 出席 現在你們完全執政 國際民航組織的邀請函 就是一個試金石 那現在如果拿不到該怎麼辦 我們對這個請結果是 表示是非常的遺憾 已經不遺憾了 我也很遺憾 但是你要拿出辦法來嘛 對不對 現在整個的國際組織 如果參與都是碰到這樣子的狀況 不要只講遺憾了 必須要有策略了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談一下 我的第一個議題 也是講到兩岸的部分 中國20之後兩岸的關係急凍 陸包來臺人數是 每個月都是以10萬人的速度在銳減 雖然如此 我們還是希望能夠針對 兩岸醫藥衛生的議題 來提醒一下行政的團隊 好 下一張 其實是在2010年 也就是在我們馬總統執政的時候 第六次的江城會 他已經正式的簽署 兩岸醫藥衛生的合作協議 在這個協議之下呢 其實是針對了傳染病的防治 醫藥品安全衛生的管理 中醫藥的管理 以及緊急的救治 雙方都有一個簽署 好 下一張 而且在2014年 我們衛福部的許明能次長 跟大陸的CFDA的副局長 也共同宣讀了海峽兩岸 藥物臨床試驗的合作方案 而且更進一步的在2015年 其實就是在去年選舉年的時候 兩岸的各有四家的醫院 好 也完成了 就在螢幕上面可以看到說 在台灣有台大 北榮 林口長庚跟三居總醫院 在大陸呢 有北京的兩家醫學院 以及上海 復旦以及交大的這個 這個複社醫院 他們都可以秉著一個 Good Clinical Practice 有所謂的優良臨床試驗的準則 能夠作為雙方藥品查驗登記的依據 好 下一張 那也是因為這樣子的關係 其實就是在小英總統當選之後 還沒救人之前 海峽兩岸的政府 其實同步的公告在4月25號 同步的公告承認了 之前的這一個簽署 4乘4的 就是台灣有4家醫院 大陸有4家醫院 這方面也可以達到很好的目的 多數也許 這個部分 這部分 確實是沒有特別的在進度 但是我個人覺得這個兩岸的醫藥衛生 所以就是沒有進度 完全沒有進度 但是都有在聯絡 有在聯繫 怎麼聯繫 誰跟誰聯繫 這個FDA還有CDC的這個層級 都有互相在聯繫 了解 所以沒有進度 那本席是不是可以建議 下一張 請陸委會協助 能夠延續我們馬政府建立的基礎 重啟兩岸醫藥衛生的這個合作的平台 不要忘記了 去年12月的時候 我們小英總統 担任候選人的時候 是帶著陳建仁副署長 參加聲策會辦的一個論壇 他也有提到 他會繼續的來執行 兩岸醫藥衛生條例的 而現在四個月下來沒有進度 這是很不可取的 那甚至本席建議 應該要擴大規模 目前的4加4 將來應該可以變成8加8 換句話說 不是只有在北部的幾家醫學中心 可以做臨床試驗 南台灣的一些也都可以來做了 好 請放下一張 那接下來呢 本席要談一下這個 細型肝炎根除計畫 好 請看下一張 我們知道說其實 細型肝炎 B型肝炎 B型肝炎都會引起肝癌 那肝癌其實算是一個國病 我們國父孫專先生就是死於肝癌 而且今天的報紙也提到 台北醫學大學的一個病理科的教授 他就是以肝癌過世之後 捐獻他的身體來做病理的這個解破 所以他的精神是非常令人感佩的 也因為是一個國病 所以一定要有很好的防治的策略 過去再講肝病的三部曲 不管是得到B肝 吸肝 常常會變成代源者 代源之後 因為肝臟的組織被破壞 常常會變成肝硬化 之後呢 就會變成肝癌 根據健保署的統計 國人花在健保費 在肝癌的治療方面 一年要花超過87億 而如果你是肝硬化的患者 每年的平均的醫療費用 也高達22萬 好 請看下一張 那之前 就是在30年前 我們在這個李國鼎政務委員的主持的 這個第二次的科技匯報的時候 把這個B型肝炎的防治列入重點 而在1984年 其實台灣是創全世界之先 就開始進行B型肝炎疫苗的 一個前驅的計畫 到了1986年 就全面的施打 施打的成果是什麼 它讓我們現在國人 只要是1986年 也就是30歲以下的國人 他的B肝的代言率是小於1% 但是30歲以上的國人 因為沒有打這個疫苗 他們的代言率是高達10% 但是B型肝炎疫苗接種計畫 有解決了我們肝癌的問題嗎 請幫下一張 我們看一下台灣過去這10幾年來 10大癌症的這個發生率 每10萬人口的發生率 還是停滯在有35個人得到肝癌 那既然有一個B型肝炎的疫苗 這種計畫 為什麼我們肝癌的發生率 還是沒辦法降下來 原因就是在吸肝 請看下一張 吸情肝炎的 它的氾濫的情況 其實是超乎我們的想像 但是其實可以想到說 在台灣根據 我們肝炎防治中心 台大的肝炎防治中心 他們的統計超過70萬人 得到這個吸情肝炎 是吸情肝炎的代言者 那在這麼嚴重的情況下 你看到說台灣甚至有些地區 尤其在南部 在我們高雄 這個阿聯鄉 它就是一個吸肝村 為什麼會這樣子 因為在過去醫療的設施 沒有這個拋棄式的針頭 醫師在消毒針頭的時候 只要消毒不完全 吸情肝炎病毒 就會造成醫療行為的造成傳染 當然共用針據 靜脈毒癮者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傳染的媒介 下一張 所以本習在這邊 要呼籲我們的政府 必須要正視這個問題 你看到說 吸肝現在是有救命藥 可是這個救命藥的價錢 非常的高 請看下一張 根據統計 最好的這個藥 是Gillet 吉利德的這個藥 因為它可以對抗的是 吸型肝炎病毒的基因型 一到四型都可以治療 但是它這個藥價呢 是採各國的GDP的不同標準來訂定的 所以你看到說在美國 它一個療程三個月 需要到八萬美金 就是兩百四十萬台幣 可是它在開發中國家 它可以用這個人道救援的方式 可以讓埃及他們整個的療程 只要九百塊 換句話說 差了一百倍 所以今天 我希望在這邊 能夠提醒我們的院長 還有我們的衛福部的部長 針對這個吸肝必須要有策略 我當然知道說過去 林部長你也提到說 要讓我們的健保署 能夠針對目前在治療的吸肝的方式 好用的是干擾素 rebavirium的治療方式 繼續地換成這個新藥 可是那個經費太少錢了 只有二十億 如果一個治療 目前的其他兩個藥廠的藥 一個療程有二十五億的話 二十五萬的話一個人 二十億二十五萬 他能夠治療只有八百人 我們有八十萬的吸肝的代言者 你一年只能夠治療八百個人 這是杯水車心 所以治療吸肝必須要有新策略 我在這邊真的是呼籲 在座的政委 有沒有哪一個政委 可以像李國鼎政委一樣 能夠有這個得認感 有這個榮譽心 願意來做這樣子的事情 請看下一張 所以本席在這邊提出一個 根除吸肝的十年計畫 期許我們的林部長 你能夠做跨署的聯繫 衛福部裡面的中央健康保險署 可以用全民健保為基礎 來跟國外的這個藥廠來溢價 溢價的情況應該要比二十萬更低 今天不要被這個代理商給蒙混了 我們的目標不是二十萬 我們的目標其實必須要更低 另外食品藥物管理署必須要能夠繼續支持 平行輸入 個人藥品的使用 讓現在兵臨在末期的吸肝的代言者 他們有可以用自行申請處方簽 然後來平行進口的方式 可以救他們的命 另外疾病管制署 還是必須要來實施減害計畫 針頭交換計畫 另外國民健康署 細形肝炎的篩檢跟諮商 還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今天我們本席在談的是一個package 是一個完整的方案 不是只是找一個健保署 把過去的二十億撥出來 來做這樣子的事情 部長您覺得如何 我非常欽佩陳委員的看法 我們目前的吸檢感染國家防治計畫 就是跟陳委員你的一樣 就是從前端的預防篩檢到後端的治療 我們在香港有打擊的 請財政給你 就是我們在差不多 這個最主要是 到底要解決了 其實它是不最快的 從前端的一切 如果我們在這個意見 你建議宣傳給我們 你建議宣傳給我們 以及它的意見 你建議宣傳給我們 但是我們在討論 但是我們在討論 這次的意見 我們在討論 在蔡總統政界裡面很重要的一個部分 就是亞洲矽谷的問題 請放下一張 我要請教一下院長 您現在的這個亞洲矽谷 因為多了一個點 從亞洲矽谷變成亞洲矽谷一點 亞洲一點矽谷 所以就開始推動 可以告訴我為什麼 這樣子就可以開始推動 主要我們是 這個最好還是要看計畫內容 計畫內容當然是希望 我們認為 未來的這些所謂亞洲矽谷的 這個計畫應該是包含很多人的結合 不是只有硬體的結合 還有一些創新的環境 法規的修改 利用這種方法去連結這個矽谷 意思就是說你加了一點之後 就要怎樣 間結亞洲連結矽谷 是把那個表示會更清楚一點 台灣不會有個地方叫台灣的矽谷 應該說它會自然而然去形成 但是在自然而然形成的過程中間呢 我們不會只是讓大家誤以為說我們只是在做硬體的建設 所以你已經不在桃園蓋矽谷 不是說不在桃園還是我們的一個主要的一個 就是一個任務最有潛力發展 因為這個去考慮它客觀 所以你就是有一個新方向 你把它扭轉過來 也不是新方向了 其實就是原來亞洲矽谷的方案 只是說我們現在把表示的時候 所以是換湯不換藥 應該說我們是避免外界誤解 所以我們把一些過去的一些 我們這個整個方案裡面 所以你是因為要避免人家講 蓋一個100億的一個文子館 所以現在就把中間加一點 然後那請問這是誰建議的 不是這個意思 這個是我們內部討論的時候 當然我們是有跟一些外界的朋友一起討論 他也是參與討論者 他也是有參與討論 參與討論者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請國發會的 好 陳主委 那我稍微講一下 是 陳主委 所以唐鳳有參加你的行政院的會議 來參與討論 那他以什麼身份來參加 那個時候是請一些這個年輕創業的朋友們 是 一起來參加了 所以他以用這個身份來參加 他是什麼時候會到任 10月1號 10月1號會到任 所以他是以年輕朋友顧問的方式參加 對 對 對 他那就是我們 因為我們有很多公共政策 我們會找很多外界的 像特別是一些新創業者 好 下一張 但是我今天先要問的 就是說其實 亞洲不是只有台灣在談矽谷的問題 我們看一看 其實在南韓首爾的近交 他們也就做創意經濟股 印度其實就有兩個矽谷 而且是爭鋒相對都在競爭 一個是邦加洛 因為他有德州儀器進駐 而且他有很多的大學在那邊 另外海德拉巴是因為他們的地方的首長 非常的積極 來建立他的infrastructure 來建立 來拉拔 另外其實香港這麼小一個地方 他們也搞一個矽谷 是在中環 而且他用的是一個舊的警察署的一個宿舍 好 請按下一張 所以其實今天亞洲矽谷在談的時候 沒錯 這個概念很好 但是他怎麼執行 是一個重要的一個問題 那你們在一開始說 媒體上面說放話 造神運動 說唐鳳就是在中間加一點 讓亞洲矽谷變成亞洲一點矽谷 然後這個計畫就過了 甚至在執行的中心架構 唐鳳政委在9月8號 龔明星副主委的一個行政院的 3514的會議裡面 就已經把他名字都列進去 他都還沒上任 9月8號的這樣子的一個推動方案 名字就在上面 又參加會議 那不是很奇怪嗎 那這樣子會不會造成一些圖利的問題 他還是民間的一個人 你現在就讓他參與到一個 行政院的會議 是可以這樣子隨便報名一下 就可以參加的嗎 那不是行政院的院會 那不是 公共政策本來就會有很多 就是唐鳳政委 沒看到嗎 所以你這樣子是憲唐鳳於不義 你讓還沒有擔任政委的一個人進來 你又在造神運動 說他因為加了一點畫龍點睛 就讓你的政策全開了 好 下一張 我覺得這是不太恰當的 那其實我們在看這個矽谷 亞洲矽谷 台灣的這個亞洲矽谷 這也是你們的資料 提到說是創新生態系 但是在這個過程裡面 你提到說要讓很多的大學參與 人才為本嘛 而且印度就是這樣在做的嘛 好 那但是在這個狀況下 你列出來這個大學裡面 台大 清華 交通都不在桃園啊 更不要講說 下一張 我們如果看台灣 以一個細島的概念來看的時候 大學密度最高的 是在台北嘛 是在高雄嘛 你搞一個桃園 更不要講說 如果是以園區的分布來講 我們高雄也有南科啊 那你在整個的計劃書裡面 你也說要做智慧園區 物聯網 人才為本 新創事業 那你弄一個地方放在桃園 這不是很奇怪嗎 那這樣子有沒有辦法 真的讓這一個計劃可以起飛 這是不是應該可以做一點調整 這個只是因為產業 本來就是在全國怎麼樣都可以發展嘛 人才是那個 但是你資源都要給桃園啊 不是 因為桃園不是說 是因為桃園未來的 這個矽谷的很多產業的那個 那個叫做cluster 就是它能夠聚合起來的地方 為什麼 會桃園最有潛力是因為第一個 它那邊的空間還足夠 那麼它因為北部跟 高雄也有很大的空間啊 對呀 它還有其他條件嘛 其他什麼條件啊 航空的條件 高雄也有小港啊 桃園是海港嗎 我請問桃園是海港嗎 桃園是個港口嗎 物聯網裡面很重要的 不是需要有港口嗎 這個每個地方都會有它的特色 但是問題說桃園地區呢 我們是評估認為它仍然是最有潛力 好 下一張 其實物聯網在醫療上應用是非常廣 我要提醒 在座的我們的這個陳主委 你在規劃這個東西的時候 你要先想一想 台灣的強項在哪裡 台灣的強項就是因為我們有健康運 因為我們有健保署的資料 我們有醫療運 這也是過去大家一直在推 電子病例 再結合這個 我們的各式的這個穿戴的裝置 很多人其實都會戴著一個穿戴裝置 它可以記錄你的心跳血壓脈搏這些東西 還有你每天走了多少路 這些其實都可以轉化成什麼大數據 而且可以因為這樣子的連結 就會有很多的商機跑出來 那請問如果要做這樣子醫療的這樣子的應用的時候 你拖的不就是 medical center 醫學中心 桃園有什麼醫學中心 就是一個林口長庚 你們沒有引庫路他進來參與規劃 也沒有啊 你們在整個示意圖裡面 其放前一張 你們自己的圖 你們就是寫的是在中立的中央 中原大學 原治大學 請問他們有附設醫院嗎 請放下一張 其實這個是有包括進來的 而且這是全國的醫院都會在這個地方 都會進來做 好 下一張 其實以高醫大我們來講 其實我們的校長劉錦煌 他的遠距醫療是做得非常好 連台北的一些醫學中心都請他幫忙 因為我們高醫過去的校友 就是因為有很多都是要到山地離島去服務 所以遠距醫療做得好 再加上就是穿戴式的裝置 再跟高雄市政府的結合 所以現在已經有Spinkoff出來一家 叫克魯斯 男時之星的這樣子的公司 這樣子的公司 其實它就是有一個商業的模式已經出來 所以我在這邊誠懇的建議 下一張 你們談的亞洲矽谷 既然是見解亞洲 連結矽谷 為什麼不改成 見解全球 建造矽道 全國就是一個矽谷 讓這個生態系能夠在很多的地方 發芽生根 不要忘記我們南台灣 我想這是很重要的一個提醒 也希望我們的主委能夠注意這個問題 雖然是不會 但我們看下一張 你說不會 但我們看下一張 然後你看部會分工 這是你的資料 你看看你主協辦單位 主協辦單位 你寫的都是什麼 桃園市政府 與全球主要物聯網聯結盟 舉辦什麼活動 後面都是桃園市政府 你有寫到高雄市政府或台北市政府嗎 不要忘記了科批的台北市政府 好 下一張 那在這個整個 那在這個整個預算裡面 那在這個整個預算裡面 113億 你們花在哪裡 我看你們的這個亞洲矽谷的計畫 最重要的其實是經濟部 有花77億 下一張 我們看一下 可是經濟部的這個預算書 我們可以請一下李部長好嗎 你的這一個預算書裡面 你106年 在109到110頁 你安上去亞洲矽谷四個字 你就要去做什麼 你要去做這個 所謂的開創應用市場 然後需要做一個4G的加速行動 寬頻服務及產業 但是我們看前一年 105年的預算書 也是有這個項目啊 唯一的差別就加了 就是亞洲矽谷這四個字啊 去年已經編了12億 今年編了8億多 好 這個部分我可以來解釋一下了 就是基本上說呢 有些計畫 它是延續性的計畫 並不是代表說過去政府 在這個有關推動物聯網 或推動其他的這個 這個資訊科技方面沒有做嘛 它也有做 只是我們要重新整合來 這個部分在亞洲矽谷 所以就是這個是什麼 這個延續性計畫自然就會放 新瓶裝舊舊嗎 但是不是全部都是舊的 還是有新的嘛 這個政府一定是連續的嘛 有的新計畫 有的新計畫慢慢加進來嘛 當然是這樣 但是你的計畫書就要好好寫嘛 計畫書要好好寫嘛 不是 它這個應該是原來去 那甚至你裡面提到說 就以後延續性計畫到今年當然一定會有 你要你提到你一個UBI里程數的保險 目前只有一家廠商提供耶 我要提醒部長 在這邊不要就做綁標的行為 好不好 UBI里程保險 目前國內只有一家廠商 我不要講哪一家啦 但是我希望你注意這種東西 下一張 那在整個的亞洲矽谷預算 第二高的其實是科技部的預算 那其實在科發基金裡面 科技部的預算 是不是可以請一下我們的楊部長好嗎 你們提到說科技旗艦計畫 列了93億 是其中扣除了亞洲矽谷的24億 還有其他跨部會有68億 我就不曉得你這68億怎麼編列 你不能夠只是寫要重點推動 綠能 國防 智慧 機械 生技 醫藥 然後新農業 什麼東西 就給我編68億 這68億各部會編的 計畫書在哪裡 我們93.11的五大旗艦計畫裡面 所有的計畫 各部會提的計畫 到9月底卻會提出來 9月底才要提計畫 你現在預算就先編出來 那這個不是先設建後畫法嗎 然後你先匡列的預算 再來消化預算 這不是很奇怪嗎 那你預算書這樣我們就審查不到了 我下禮拜一就要走預算審查了 科技匯報科技預算有很多 它是本來就是提申請計畫 那一定會有這個問題 比如說你像是國科會計畫 它也是先有一個計畫金額在那邊 然後各個教授在那個連度去提計畫 那你要做說明啊 我都查不到 找不到這些資料啊 這個10月初 你各部會這些錢藏在哪裡 10月我們會到各檔盤裡面去說明 是 但是這有可能就會變成 各部會的Pocket Money嘛 變成一個Pocket Money之後 我們其實就追蹤考核不到嘛 不是 這個我們10月底齁 就會把這個計畫到各部會裡面去 有各部會向這個立委說明 還有我們的部長 下禮拜一至少要有給我一個 簡要的版本 要不然的話下禮拜一總預算要質詢 我們怎麼質詢呢 那是不是先凍結 我會跟各黨團裡面說明 好 下一張 那另外其他幾個部會 交通部 教育部 衛福部也都有編預算 可是我們去查至三個部會的預算 都從來沒有提到亞洲矽谷啊 那你這個到底預算是藏在哪裡 下一張 更不要講說你看今天已經提到了嘛 我們現在台灣頂大的排名是節節敗退耶 台大都已經降到了195名 都快掉到200名外了 而看教育部的預算 是不是可以請教育部長 你們教育部 頂大的計畫 你今年編多少 然後你亞洲矽谷預算 三億是藏在哪裡 我們現在是頂大的 整個排名是敗退 那你整個編列的預算 你有五年五百億嗎 你今年編多少你知道嗎 跟陳委員做一個報告 告訴你好了啦 你編了只編了一年 你只編了六十億啦 這個是讓我非常的失望 當時就是對於高教五年的發展 藍土計畫希望做一個檢討 所以我們用一年的時間 來把這個原來的頂大的三大計畫做改變 對不起 那是今年 你現在在凍結是今年 你不能明年繼續動 你這樣子變成是兩年在檢討 那對於這些頂大的研究來講 他們是沒有辦法等待的 而且你們這樣子規劃期太長了 今年應該沒有動了 我建議你其實在這部分 今年還是五年五百億的那個最後一年 沒有 最後一年已經被你們一直延續的 一直打六折 那這樣子其實沒有一個目標 沒有一個方向 在編一個計畫的這個經費 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啦 好 請放下一張 最後我要講一下你們的計畫的考核 你們一直在講是2020到2025要做到這些 但是你這是長期的目標 政黨都輪替了 你有沒有可能其實應該可以有些 短期的目標 好 下一張 你是不是有可能可以承諾 你在一年內法規的建制能夠完成 好 然後你在人才 甚至在你在創新方面 你必須要能夠每年逐步 好 謝謝陳委員 謝謝林院長 下一位 我們請陳委員蘇月 質詢巡討時間為30分鐘 好 謝謝主席 那請主席邀請林院長還有經濟部理部長 請林院長 李部長 陳委員好 林院長 武安 是 院長辛苦了 那院長您先請坐 好了 好 謝謝 我們民進黨重新執政 到今天才剛滿四個月多幾天嘛 那從520我們蔡總統就職以來 那林院長主閣上台以來 我們新政府就面臨了一連串的挑戰 那相信院長應該 這個感受很深 感受到這個國事的百費待舉 還有民眾忘志心切的一個壓力 我想這壓力應該也很大 那尤其最近這個民調的問題 那本期在這裡跟院長分享一首詩 這首詩是我們彰化日治時期一個非常有名的醫師 他也是本土文學運動史上一位非常重要的詩人賴和 他寫過一首詩 他說 這個玉玉居長孔復明 指緣修作馬牛升 世間未許全存在 勇士當為義鬥爭 我用這句勇士當為義鬥爭 來跟院長共勉 我想我們新政府面臨了很多的挑戰 可是為了這個社會的公平正義 我希望我們院長要不記迴遇 堅持白忍 這樣好不好 謝謝 那我們看下一張圖片 這張圖片相信院長應該也感觸很深 這個是在執政百日的時候 軍公教人員他們為了這個月退縫 這個退休縫的問題走上街頭 他們要主張就是政府的這個信賴保護原則 那就是反對這個年金的改革 可是在這次遊行之後 相信整個社會的氛圍 都不認同他們這次的遊行 覺得他們這次的遊行的訴求 就是沒有理由 所以我相信就是說 我們新政府在做的一些改革 民眾心中自有一把尺 所以對於這個年金改革的問題 本席在基層上所聽到的 很多聲斗小民 他們一直期待我們的新政府 真的要加緊這個時程 不要一直再拖了 所以這個部分是不是可以請院長 簡單的一個答覆一下 是的 我想我們對於有關這個 聯金改革的部分 我們是希望那個聯金的 目前的這個聯金委員會的討論 能夠加速它的這個實質的內容討論 那麼當然各界對於就是有關聯金改革 是不是有一些 我們可以不需要經過聯金委員會討論 我們就可以這個先做的部分呢 我們來檢討是不是可以 有些部分可以來先做 因為這些少數領取優偶的退休縫的 這些退休的軍工架人員 他們口口聲聲主張 這個政府的信賴保護原則 可是更多這個聲斗小民 更需要我們政府來保護他們 就以最近的這個熱身案來說 我想這個熱身案 真的是台灣金融史上 最荒唐的 最荒謬的一件公開收購案 很多的這個投資人 他們都相信政府 所以他們把他們的一些積蓄 都投入到這一個收購案裡面去了 當然他們要承擔 他們自己應該要承擔的一個風險 可是在這個收購案的條件 都成就之後 可是卻破局了 所以讓這些投資人 真的是血本烏龜 那我們看這個目前 這個股價一直下跌 熱身的這個股價 目前應該是下跌到 四十塊以下了 整個幾天之間 資金蒸發了上百億以上 這些被坑殺的股民 真的是哭訴 投訴無門 所以他們只能仰賴我們政府 替他們討回公道 那我在這裡先請教一下 就是說我們在整個日商 白屎乾頭 他們要收購這個熱身這個案子 他們從提出申請 提出申請 然後經過審核這整個過程 我們的主管機關 經管會或投審會 有沒有發現什麼不法 或者不對的地方 我們是不是請丁主委來說明好嗎 跟委員報告 這個熱身案這個地方 當初在開始的時候 在5月30號 它是一個申報生效的一個制度 申報生效制度的話 就是應該它要把那個書件 準備齊全就可以開始 那它在投審會的話 是到7月20號才通過它的案件 所以它本來是到8月19號 應該要申報完成 就是應該要申報完成 但是後來就是說 中間有非常多的一些的事項 然後後來就是說沒有 最後沒有把那個資金弄回來 就是資金完成 所以這個案子後來我們很快速的 採取了幾項措施 第一個是讓這個所謂的 這個投資人 他可以就是這個印賣人 他可以向那個投資人保護中心 去登記申請 來就是說來申請他的民事賠償 那第二個呢 我們對於在9月2號 已經將那個 就是這家這個投資公司 這家公司移送把辦 然後另外呢 對於它那個所謂的那個 樂森本身的有關 裡面是不是有炒作或內線 還有那個董監事的責任 我們也在9月9號也移送法辦 所以我想這個事情 那當然未來我們對於這個案子 是不是要加強它的那個 行政上的監督 那我們會在9月底之前 要提出改進法規的一些方法 能夠再加強對投資人保護 這日商白尺跟頭提出對樂森的公開收工案 是在5月31號嘛 像今晚會提出申請申報跟公告嘛 那我們做書面的審查 是的 那個時候是申報生肖的事 他只要把書件拿過來就開始 一個只有資本就5000萬的一個公司 然後他宣布要用100 每股128塊 溢價22%的價格 將近50億的一個這樣子的一個收購案 是不是太懸殊了 我覺得這實在是很奇人疑鬥 所以我就說你在這整個過程當中 你們當然你們是以書面審查 認為符合資格 你們就讓他過了 沒有察覺說什麼異狀 那這個中信銀 中信靜 中信正兩家公司 他們也沒有去發覺什麼異狀 是的 這個地方跟委員報告 就是對於中信銀跟中信正 他們的那個行政上的書師 就是說他那個中信銀 他沒有作為那個了解客戶 他的那個情形的話 KYC這部分 我們已經也做了處分 那這時候就是說 對他處分那個300萬以外 對他未來就是說 三個月之內 沒有把這改善情形做好之前 我們是不許他再做這個事情的 另外中信正也做了一些行政處分 現在就是說用 他們沒有善盡查證的這個責任 這是事後的一個處分 可是在這個收購案破局之前 你們這相關的單位都沒有 就是說對於一些異狀 你們沒有察覺異狀 可是就我所知 在這個整個過程 其實民間就已經在瘋傳說 這個案子是一個假收購的炒股案 當這種風生出來的時候 難道你們沒有辦法有一個作為 再去監督約束這樣子的一個案子嗎 因為當時在8月17號之前 他那個案子是沒有那個 就是說還沒有達到 就是說他那個硬脈人沒有達到那個標準 那個時候是就是說還沒有 沒有說可以事件還沒有完成 我們就是說只能夠加以監督 那這個監督呢 因為 院長你先請坐好了 不好意思 因為就是說對於這個事項 就是說我們也有請那個 那個櫃買中心 對他監視他的股價 以及他裡面有沒有是不是有炒作 所以那個地方其實有做了一些監視的動作 所以才能那麼快速 在9月2號跟9月9號 把他相關的資料移送法辦 因為不然的話監視的這個資料 其實要分析蠻久的 事實上但是就是我們也做了這個 這個很快速的監視的動作 另外對於那個就是說剛剛講的 那邊那個就是有關那個 就是中國信託他們銀行那邊 我們也請他去了解說 是不是他可以就是說完成這個業務 就是說他資金會不會到位 那繼續請他監督這個事項 那這個賴勝安的破局最後的原因 根據這個中信引中信證的說法 是因為資金會到位嘛 是 那這個日商 這個樂生他自己也提出的一個說明 這個應該是日商啦 白石甘筒他說明的就是說 他是數個共同投資者組成的一個基金 是 這個共同基金一個組成的 那你們有沒有去查一下 這他們所謂的共同的這個資金來源 到底是哪些共同資金 他這個地方當初是就是說他是由母公司 母公司他有要準備增資來做這個資金的來源 就是說白石甘筒的母公司來做的資金來源 當然這個地方就是剛剛後來講 他後來是沒有完成這個 交割的這個情形 我覺得這樣太離譜了 最後一句話說這個資金未到位 然後這整個收購 公開收購就破局了 整個所有的投資人都被玩弄於股掌之中 所以這個地方我們講有幾個部分 就對投資人的話 我們希望能夠給他就是說保障 就是說他那個剛剛講的 我們對於白石甘筒他在台灣的資產 後來就掌握住 然後這時候讓他就是說 民事賠償的部分也請那個投資人 對那個投證保護中心那邊去登記 目前大概有兩萬人登記是這樣子 所以從這個樂生案的整個過程 其實本席覺得 你們投審會金管會都被玩了 我們會在九月底之前 去改進所謂的行政程序 因為那個原來是證券交易法 在九十一年就訂的 那個所謂的申報生效制 其實那個案子 其實九十一年到現在為止 大概申報生效制 這個有關公開收購這個案子 有大概一百零八件 那這個大概除了 他因為沒有印賣完成的九件以外 其他都已經做完了 所以當時是覺得說是這個事情 是在現有的制度之下在運作了 但是這個制度是不是能夠保障投資人 我們覺得是有還不夠的 所以我們要加強這部分的調查 所以你們只是顧手在說 整個書面審查啦 是不是完備啦 資料是不是齊全啦 你們就只是這樣子顧手 在這樣子一個很制式化的一個規定 陳委員 我是不是來就這個案子做一個 概括性的說明啊 當然我不是那麼專業 不過我應該這樣來講 就是說 這個公開收購制度啊 那個我們 我想我們國內目前的做法 其實也是參照很多國家做的 那它基本上呢 就是說一個公開收購 過去已經有100多案左右嘛 大概都是沒有出過問題 那這是唯一是出問題 那這裡面呢 會出問題呢 當然我們可以去檢視幾個關鍵 就是第一個就公開收購 是不是應該採取申報制 還是要核准 實際來核准 那麼過去申報制 應該是各國 大家都是採取這個慣例 那為什麼呢 是因為它的立法用於 它的意思是說 你一個公 如果有人來公開收購 那麼最關心的應該什麼 是被收購公司 它居然應該知道這個收購人 到底有沒有問題 其次就是幫這個做這個仲介的 就是我們現在中信 那麼它在乘坐這個業務的時候呢 它既然是那個 它也要去關心 這個你的客戶到底是真是假 他們的關心程度都應該是 因為政府部門呢 要是完全負這個責任的話 那是太多 市場太多這種交易 這種公開收購 情況太多了 不見得會做得那麼清楚 所以呢 這過去的制度上呢 都是這樣來做 它會有幾個關卡 去看這個問題 可是我覺得 這個事情我們要檢討 一方面要檢討第一個公司本身 有沒有去了解到你 就是被收購的 有沒有去瞭解 那個人家的這個是不是真的 這個是 如果他們串聯好 那就可能會有問題 知道過去100多案件 裡面沒有發生這個情況嘛 那第二個當然就是 就是原來的責任 就是現在中信證 它在這個對客戶了解上 它有沒有出問題 當然我們也可以來看 我們過去的制度 是不是還有漏洞 或沒做好的 我們要補好 但是呢如果把這個 目前這種申報制 改成一個審查制度的話 那這很明顯的 會對市場上呢 第一個會加重 主管機關呢 那麼他對這個事情呢 他因為他不見得知道 比被收購人更清楚的時候呢 加重他責任 是不是一個最有效的市場 最有效的做法 這個是要考慮 要考慮到各國的狀態 但是我們也不排除 現在金管會已經在檢討 公開收購制度裡面 政府是不是要把這個關卡 重新再看一遍 但我覺得呢 這裡面還是要回頭來檢討 原來的公司有沒有問題 就是樂森 他是不是有跟這個白石山口 勾結在一起 如果他們勾結在一起做壞事的話呢 那政府部門要一個來檢視 那個責任是 可能是沒有辦法承擔的 所以還是要對那個當事人 要能夠做到 再來一個問題在什麼地方呢 就是說 這種公開收購呢 萬一出了問題的話呢 是不是當事人 這個投資人的權力 能夠得到充分保障 這個也是很重要 那麼當然就是很多人說 那這個在很多時間 好像就覺得他那個不太可能會成功 實論 剛剛丁主委講說 他因為硬賣沒有完成 意思也就是說 很多人都可以提公開收購 可是他不僅能做到 他隨便講 那沒有完成根本不會進行 那你講了就白講嘛 所以一定要到完成之後 才會看 那這個過程中間呢 我們目前金管會 當然他是有掌握住 那個收購人 就是他有規範 他有一部分股票是在 在保管中的 那個部分是可以掌握了 但這個補礦呢 是不是足以能夠補償 現在投資人損失 那麼在不能補償投資人的時候 是不是能夠有其他的財產 得到保全 能夠補償投資人的手持 這個部分是我們現在要去看的 當然我們知道這個案子 其實目前很多部分 因為還在檢方在調查中 我們不方便在這邊講太多 但基本上說制度部分呢 我們應該去檢討 這主要是因為過去這麼多年來 從來沒有發生過 那我們到底是因為執行的問題 還是次數漏洞 這個部分呢 要就這案子最後 增結完了之後呢 才能夠對社會當中 做個徹底的說明 對 剛剛院長有提到啦 就是說整個收購案 當然有很多的關卡嘛 可是發現這些關卡 好像都失靈了 一關一關都失靈了 你說包括這個被收購公司 它本身也有一個 要付查證的一個責任嘛 可是在這個案子爆發之後 我想很多投資人 都是在爆發之後 才發現說這個熱身案 它的黨政關係真的是非常的好啊 他的這個三個獨立董事 都是赫赫有名 然後真的都是大有來頭的 我們看一下那個PowerPoint 三位獨立董事 一個陳文茜 一個李永平 一個尹啟明 這尹啟明還是前經濟部部長 我想跟這個相關的業務 都是息息相關的 所以在這裡的話 這三個獨立董事 包括說熱身的董事會 他對這樣子的一個投資案 是不是也要負起賠償的一個責任 這個地方我要跟委員會報告 就是說我們剛剛有講 我們9月9號 我們在那個就是說 已經把它審查過 他們除了有人 是不是有人炒作內線之外 我們對於也調了這家公司 他們就是說董事會 他們的就是說討論這個案子的 錄音的部分 然後發覺就是說 他們其實就是說 算是沒有盡到 這個所謂的忠實的義務 跟善良管理人的義務 所以我們一起把這個事情 就一起移送給剪掉了 希望能夠去 事後追究這個方面的責任 好 我們來看就是說 在應該是2004年 博大案發生的時候 這個院長應該很熟悉吧 這個人 我認識 我認識 你認識 我認識 我認識 我了解 對 那時候你應該擔任財政部部長 是的 對 在博大案發生之後 事後 這個鄭淑敏他財下的財產 也都被夾扣押 也都被夾扣押 被求償 那個薪資也被扣了三分之一 所以本席在這裡也是要求說 我們的政府真的要提出 就是說要有具體的作為 要有積極的作為 對於目前就是說 熱身的董事會 相關的董事跟獨立董事 是不是可以盡快的進行 一個假扣押的一個動作 暫時保全 然後能夠保障這個 投資人的一個損失 是不是可以這樣 這個部分我想 我的了解就是 我們的相關的機關 對這個部分都有注意到 都有注意到 但是因為這個部分 還在檢方還在偵查中 所以有沒有責任 這個部分要等檢方確認 但是檢方應該在處理這個事情 那邱部長要說明一下 有關於這個案子 確實檢方有都積極在偵辦 那當然對於 已經做所謂的 我們也做了刑事 但是其他相關的人員 我們也還在做 積極的查證當中 但是就所謂的 保全的扣押 我們已經有做 我希望就是說 我們相關的部會 要有積極的作為 因為這個案子 所有的投資人 因為在彰化縣 受害者也上千人 他們也來找本席陳勤 他們很多也 其實就是說 不瞞大家說 很多也都是相關的 這個金融業的證券 營業員 他們本身自己也都投資 有關於對被害人的保護 大概有兩個面向 對 一個是在於 被害人的投資 保護協會 他們也可以去做 這一方面的協助 所以這些投資人 其實他們對整個股市的投資 他們是都非常的清楚的 相關的規定 他們都非常的清楚 所以他們會去 把這個錢丟下去 他們就是因為 相信政府 我們在這整個 相關的程序都完備了 然後收購的程序 也都完成了 所以他在基於這樣的條件下 把錢放進去 可是現在造成血本無歸 所以我希望就是說 我們政府 真的要積極的 為他們討回公道 其實在這個事情發生之後 有陳情人來 陳情的時候 其實他們也提出一個看法 他認為說 這個其實就是 馬政府的一個陰謀 他們埋下的一個未爆彈 所以我剛才 我為什麼說你們都被玩了 你們政府機關 你們都只是 死板板的站在說 你這個整個書面審查 完備啊 程序沒有問題啊 你就讓他過了 可是到最後 為什麼會蹦出來 這個資金會到位 然後整個收購就破局了 所以我覺得 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一個問題 我覺得這樣子的一個金錢遊戲 不是一般的 這個小老百姓玩得起的 都是被玩的 所以這些 古民被坑殺了 我們要替他們討回公道 那這樣子的一個爛攤子 當然我們新政府也是要蓋瓜承受 那當然剛剛 那個主委也有提到 就是 後續的相關的一個做法 那在這裡 投資這個被害者 他有提出一樣一個請求 不曉得說 他們這樣的訴求可不可行 他們是說 在這個熱身案被害的投資人 是不是可以優先適用 證券交易法第153條 即證券交易所成立的 這個共同責任制交割結算基金 先來補償受害人 可不可以 那個153條 共同責任制保障基金 那是在集中市場交易的 那這一部分 在法規上 不是集中市場交易 公開收購是個別案件 所以我初步上 我們覺得從依法來看的話 最好還是先從 剛剛講 投資保護中心 這邊的那個去 就是請求民事的賠償 這部分 去做我們的那個處理 那另外的話 剛剛也有提到 就是說對於這些董監事 他們這個就是說 善良管理員 跟那個所謂的 那個就是所謂的 忠實的義務 有沒有盡到 那是不是要做一些賠償 那這個地方在 就是說刑事這邊 在如果確定他的這個案 這個情況之下的話 我們想會對投資人 會有一些保障 謝謝 好 就是說 這個方式是不可行的嘛 那我們是希望說 優先還是 目前是讓他們用那個 被害保護人 對 投資保護中心那邊 投資保護中心這個方式 去集體求場 去求場 就是那我也希望就是 我們的政府能夠協助他們 優先進行這個求場的一個程序 那另外我們也從這次的熱身案 我們也顯示 看得出來就是說 在這個公開收購案的過程 我們相關法令有缺失嘛 可能配套上有不完備的一個地方 那在這裡我想請教一下就是說 因為我們用很簡單的一個想法 就是說買賣的話 你說像房屋買賣 你說像房屋買賣 如果說買方毀約 他都會有一個那個就是 賠償金的問題嘛 或者是說他要買賣之前 一定要先付定金的這種方式嘛 那像這一種公開收購案 我們是不是要要求他們 要有一定的資金 進來才通過 委員的意見非常好 事實上我們前進 也在那個一開始就想到這個事情 所以後來我們在9月9號的時候 也請投資人保護中心去開會 找那些學者專家來開會 找世界各國的那個制度來比較 結果後來他們的意思就是說 本來是說是不是要找個保證金 那後來他們的意思就是說 在全世界找不到這種保證金的這種制度 不過呢 可以責成 就是說是不是以後 在那個所謂的 剛剛講的 像那個就是委託 受委託的那個金融機構 像剛剛講 中信營那個地方 是不是就是說給他一個 刻意他責任 就是說他要去什麼東西啊 做一些保證 那這樣的話 當然這個地方還要 他們在做各種的討論之後 我們會在9月底之前 會把這個意見 他們政期局會提上來 我們儘管會再來考慮是這樣子 因為這一個案子 樂勝案其實重大影響到 我們台灣的一個整個金融秩序 所以這個案子如果沒有處理好啊 整個後續投資人的信心 會崩盤 所以我希望就是說 我們政府要好好的來處理 那另外就是說 我們未來在這個證券交易法中 我們是不是要加重這個 這個惡意違約的這個刑責的部分 就是把它列入刑法的刑責的部分 是的 那個對於那個惡意 重大惡意違約 在那個157條 不過那個也是在集中市場 那未來我們是不是看 這部分要不要在法中把它加強一下 因為那個原來43條之一的那個 公開收購這一部分 沒有提到惡意違約的這一部分 但是我們說 因為這兩個一個是集中市場的 在公開市場交易買賣的 另外一個這邊是在那個公開收購 是不一樣的 但是呢我們會在這點考慮 您的意見非常好 謝謝 我想我們新政府執政到現在 真的都是一直在收拾爛攤子 那我相信 就是說希望我們在院長領導之下 能夠把這些問題都解決 我們也是投資的 再去到那個公開市場 那這裡有請客 我們有很多人提到 這都會有很多人提到 而且你們提到 你有很多人提到 這邊提到 還會提到 怎麼會提到 有很多人提到 就要漲三倍 然后物价也会飙涨 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不晓得院长或部长 能不能做一个说明 好的 我想请理部长来说明 但是我要特别强调 没有什么电价会涨几倍 甚至于这个制度 根本就不会影响到电价 我们要做到这个地步 对 不会影响电价 所以我们要让所有的百姓都知道 这个电业法修法跟电价无关 是的 那部长 那个委员跟您报告一下 就是第一件事的确像院长所提的 这个电价的部分 跟电业法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那同时经济部在昨天 已经在经济部的脸书上面 已经把整个相关的这个说明 都放上去了 所以有一个大众版的懒人包 已经放到经济部的网站上去了 因为这个LINE还是都一直在传 所以我希望就是说 其实目前在这个网络上 很多抹黑的LINE不止这一则 包括很多对我们新政府的一些政策作为 都有很多的一个抹黑 那我们也希望就是说 相关的一些抹黑的LINE 我们行政团队就要赶快有一个回应出来 不要击飞成事 然后就是让这个民众都这样子人心惶惶 那我们也知道就是说 2025年非核家园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那可是这个电力的一个提供跟使用 又是不可避免的 那我们也知道说最近几年 其实用电量是一直在增加的嘛 所以我们要达到非核家园这样子的一个目标 我们要更加的一个努力嘛 所以在这个绿能的一个发展方面 就更显得重要了 那我们看到就是说 这个彰化县那个县长 他也非常的用心 他也一直希望就是争取外商来投资 这个封场或者是这个太阳能的 这个发电的部分 那在这个部分 我们经济部是站在什么样的一个立场 是不是前进步说一下 是的 谢谢委员 这个有关于县长的这个政见 事实上我们在经济部 跟他作为一个详细的盘点 所有相关的措施配套等等 都已经做一个全面性的检视了 那部理会全力的配合 而且积极推动这个政策 那那个也是这个总统跟院长的政策 所以我们会完全配合这个 所谓的绿能政策的结构来推动 那因为就是说 我不希望 因为我们在基层 就是比较能够听到民众的声音 因为对于政府 一直在推动一些重大政策 他们都不希望说只是喊口号 希望能够感受到具体的一个成绩 那在这个绿能的发展 我们要怎样让民众感受到具体的一个成绩 我们要把所有的绿能政策都牵涉到 我们要把所有的绿能政策 都牵涉到县市政府的执行 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已经逐步的在跟各县市 相关的县市做报告跟讨论 同时把所有的相关的障碍 跟他们希望能够支援的部分一起做整合 所以我们认为这样的绿能政策 才能够真正的让中央跟地方 做全面的整合 和跟一起的推动 我可以补充一下 就是基本上说我们在希望在2025年的 我们的这个整个发电战比中间 现在的这个战胜能源的部分 要从现在大概3到4%到20%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这个部分 那战胜里面呢 最主要就是太阳能跟风力发电 我们认为是最有潜力的 太阳能大概会在未来的两年之后 我们就会看出很好的这个结果 那么风力呢也许还要再晚一点 因为还有一些问题 那么彰化地区呢 其实风力和太阳能都有非常好的条件 可是我们这是为什么 我们要修电业法的原因之一 也就是说电业法修改之后呢 会让某一些的绿能更容易产生 比如讲说像Google 它在彰化张宾工业区那边 它就有一个有一个投资站 设施站那边 它就很乐意在它有设施旁边 去去做绿能发电 可是它绿能发电呢 它就必须要如果以它的做法呢 那我们就必须要让它有机会去 把这个电能够在这个卖给 台电或其他地区的这个使用 那这样的话呢 它的这个绿能就能做得很好 那这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去电业法 需要让这个部分人能够 最主要是希望我们电业法修改 是希望能够有绿能发电的这个产业 它有更多机会 好 谢谢陈委员 谢谢林院长 下一位我们请李委员昆哲 只许寻寻寻寻时间为30分钟 好 谢谢苏院长 苏院长请一下林全院长 请林院长 陆委会主委 外交部部长 以及交通部的次长 李委员好 院长你好 院长辛苦了 首先我要来请教院长一个严肃的问题 就是有关于台湾的国际参与 是否受到中国一尺的打压 国际参与最大的问题 最大的阻挠 就是来自于中国的打压 这个严肃的议题 要来请教一下院长 我们先来谈IKEO 国际民航组织 IKEO是一个重要的国际组织 因为它每一次的大会 或是在于它平时的运作 是关系到全球的飞航安全 以及全球的航运的服务品质 它也参与了很多的环保议题 更是加入了很多的保安环口相关的议题 那它主要是让世界各国 有一个可遵循的相关的一个规范 那台湾是位于东亚一个重要的枢纽 我们的台北飞航情报区 每年有153万架次的飞机经过 每年也有5800万的人士 是经由台北飞航情报区 那飞航是无国界的 任何的政治议题或者是意识形态 是不能凌驾于飞航跟专业之上 若是损及了人类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安全 都是国际社会所无法接受的 那现在我们所清楚的 在8月3号我们相关的单位 就已经将相关的意愿函 递交给I-CARE的主席办公室 也证实主席办公室有收到这样的一个意愿函 那现在我要请教院长的是 我们有收到邀请函吗 请院长简单说明 我们并没有收到邀请函 而且我们认为这一次 我们也不会有机会来参与 就这点来看 成如刚才李委员你提到的 飞航安全 因为它是一个基本人权 不应该是有任何的前提 特别是政治因素的干预 那么这个对我们是一种无理的对待和打压 那么我们会就这个部分 我们会表达强烈的遗憾和不满 并且会把我们的立场 严正的立场会透过各种方式 在国际间能够发声 能够持续的推动 希望能够我们未来 在参与国际社会的这个部分 要有充分的空间 我要跟院长来说明的是 在IKEO这个国际民航组织 它每个月都会公布 在它的官网会公布 航空运输的监测报告 是针对全球各机场 它的流量以及它的货运量 来做一个统计 那我们的台湾的机场 台北机场是属于 全球排名前15名的 一个重要的机场 但是在2015年7月开始 他们的官网 有关于每个月的 航空运输的监测报告 就将我们的台湾 定名为中国台北 这样的讯息 我不晓得相关的首长是否清楚 就是请外交部来说明 请外交部 报告委员 这个我们是了解到 中国大陆是 急于打压我们 参与IKEO的这个案子 那这个自己在官网上 这个更名 我想交通部这一部分 他应该会有了解 那我们是一直在监测 这一次要参与这个IKEO这个案子 那我们会有什么具体的做法 我们会在外交部来讲 会继续恰请这个友邦 以及这个友好国家 继续的为我们去争取 那除了参加IKEO大会之外 我们要继续争取 那个专业性的会议 以及区域性的会议 让我先请教一下 这一次台湾要参加 每三年一次的IKEO的 位于加拿大蒙特罗的 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会议 就是他们的第三十九届会员大会 那这一次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过程 中国无所不用其极的 阻挠 打压 小动作非常的多 那这一次如果无法成型 是不是因为我们在国际参与的 这个部分 是受到中国的一个打压 是不是就是因为一个中国的原则 所以造成这种政治的框架 不顾及这种非安无国界的 一个重要的目标 是不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请院长来说明一下 我想这个是 应该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但是我们必须要强调 这是一个错误的做法 这是我们政府所不能接受的 那我请问一下 相关的陆委会以及外交部 你们在事前 有做过各种状况 情势的分析跟评估吗 请简单说明一下 好 有的 而且我们陆委会曾经在8月4号的时候 我们曾经就向陆方来表示 我们认为参与国际组织 这是我们的权力 也是我们的义务 尤其是IKEO 这个是不牵涉到任何的政治的目的的 完全是从非安的角度来考虑 我们主动释出我们的善意 我们主张就这个事情 要跟中国大陆来协商跟对话 我们也认为双方可以来解决 但是非常遗憾的 我们没有得到陆方任何正面的回应 所以对于今天这样的发展 我们要向中国大陆来表示 我们强烈的不满跟遗憾 我请教一下主委 在过去有关于参加 IKEO国际民航组织的会员大会 都是由外交部协助事业的专业单位 专业的部会来协助他们相关的事务 这次陆委会也给予相当大的一个协助 那这个部分是不是请你说明一下 是的 因为参与国际组织的确需要 所有国际会员的支持 可是我们也知道 绝大部分的会员都支持台湾的国际参与 但是最大的症结就是在中国大陆 对我们的打压跟破坏 所以陆委会这次采取非常积极主动的态度 我们主动释出善意 主动的表示我们愿意来沟通跟协商 因为主要还是有关于两岸的飞航安全 是超越政治的 我们重视的是两岸的飞航安全跟人民的福祉 所以也愿意跟中国来进行协商 很可惜没有得到善意的一个回应 那我在这边也请教一下我们外交部 有关于在整个过程 我们从8月3号向IKEA的主席 递交这个意愿行 整个前后的过程我们做了很多的努力 是不是请你简单说明一下 是的 报委员 这个事实上我们从今年年初就开始跟许多友好国家 还有友邦来规划 今年我们要参与这个IKEA的策略以及做法 那事实上到目前为止 有许多的这个邦交国跟这个友好国家 都替我们或者用这个致函给理事会主席 或者是这个他的秘书长 来表示支持中华民国台湾 这一次能够参加IKEA的会员大会 那当然也有几个友好国家 他们是用当面的方式去跟秘书长表达他们的支持 那当然到目前为止 IKEA还没有给我们邀请函 可是我们这个在国际支持方面是 可以说是非常成功的 那当然参与国际组织是要有我们国内共识 国际的支持 还有当然和缓的两岸关系 这三个要素都能够完全达到才会比较顺利 我请教一下陆委会张主委 有关于这样的一个中国的打药跟阻挠 限制我们台湾的国际的发言的一个空间 那这样的状况 其实以后还是会层出不穷 那面对这样一个状况 陆委会有做如何准备跟回应吗 我们认为中国大陆这样的一个做法 其实是伤害了台湾人民的感情 我们要呼吁中国大陆很仔细的想一想 这样的一个做法对两岸关系未来的发展 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果 我们还是要呼吁中国大陆 要放下历史的包袱 要用一种开阔的态度 唯有用一种沟通说明对话的一个方式 才能够解决问题 才有利于两岸关系未来的一个发展 在这边也要提醒院长 就是有关于台湾 我们这个国家是有能力 也有意愿来参与整个国际事务 相关的合作议题 来创造全球人类的一个共同的进步 我们有这样的意愿 有这样的能力 但是一再的受到中国的打压跟阻挠 我们要提醒院长 就是在过去 我们以这个IKEA的 这样的一个特别贵宾的身份 其实我们也不是观察员 因为观察员 他第一 他要是未成为会员的国家 例如教廷 或者是受到这样的一个国际的组织 例如红十字会 或者是经过大会的特别的一个决议 来邀请他们参加成为观察员的 例如巴勒斯坦 像这样一个状况 我们不是观察员 我们是2013年的时候被邀请的身份 是贵宾 贵宾就是客人 连观察员都不是 而且每一次的会员大会 我们被邀请的 它不是一个常态性的 制度化的一个安排 而是每一次都要经过主席的邀请 或者是像世界卫生大会 是由总干事来做邀请 这样一个状况 每一次都给中国打压台湾的 这样的一个让人无法接受的状况 每一次也让中国对台湾 要形成予取予求的这样一个状况 那政府的态度是如何 请院长简单说明一下 我想我们刚才已经强调 就是这一类的国际组织的参与 我们希望我们还是要能够有充分的空间 而且不应该有这些政治的前提 造成我们的参与的机会被剥夺 那么像这个飞航安全这个部分 我们认为它是我们的基本的权利 而且台湾在国际间的相关的 飞航安全的议题 其实有很多可以密切合作的部分 那么我们希望能够未来 还是要有参与的机会 好 谢谢院长 那先请院长请回座 那其他的首长也请回座 现在请劳动部郭部长 请郭部长 喂好 部长你好 劳工的生活其实是压力非常大 因为每个劳工都要负责他的家庭 负责他的生活以及他的子女 所以他的工作压力也非常大 那这么多年来 也一再跟部长有多所讨论 有关于台湾劳工的困境 就是长工时低薪资 支灾多 那这一次行政院核定了最低工资 调整了百分之五 那其实资方也扬言巨神 整个过程 劳动部也多所出面斡选 总算有调整了百分之五 但调整百分之五 其实劳工团体的期待 跟百分之五 还是有相当大的一个差距 因为我们要维持劳工的一个基本的工资 最主要的用意是在于 劳工的基本的家计跟生活能够维持 所以最低工资 我们劳工团体也跟部长有多所讨论 都是希望最低的生活费 要成立就业的抚养比 那相关的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有跟劳动部来讨论过 就是我们希望最低的生活费用 乘以就业抚养比 就是要两万六千三 那跟目前所调整的两万一千零九百 还是有一些差距 但是也是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那我们针对这个问题就是说 我们尽快要来推动 最低工资法的一个制定 让整个基本工资 最低工资能够法制化 为什么呢 部长你应该清楚 在过去 马政府的时代 在要调整这个基本工资的时候 他们也拒绝开 有关于 拒绝遵守相关的 基本工资的审议办法 而不愿意去召开 基本工资的审查委员会 有这样的状况 那这次行政又非常的辛苦 站在劳工的立场 调整了百分之五 在整个过程 资方也扬言俱审 整个过程 也让劳工 对于基本工资 是充满不确定感 那这个部分 我们希望能够尽快地制定 基本工资法 这是我们对劳工 最基本的承诺跟责任 那这个部分请部长说明一下 我们院板什么时候提出来 是 包围最低工资法 是我们既定的政策 那么目前进行的方式 是正在广泛的收集 导致各方的意见 因为我们制定一个新的法律 都有一定的SOP在进行 那么现在再举办各种座谈会 大概在今年年底 会不会列为优先法案 迅速的通过 是 在劳动部里面 我们是优先的 就是今年年底以前 我们希望能够 先定出一个草案出来 然后继续的 在完成所有的法制的程序之后 会送到院里面来审查 那么经过院会以后 通过以后 就会送到立法院来审查 我要跟部长来讨论一下 有关于我们劳工的 基本权益的问题 那在过去 我有提案也通过了 就是有新的产检假 我们都希望 所有全国职业妇女 我们的劳动姐妹们 当他们结婚 怀孕的时候 为了婴儿跟妈妈的健康 必须要给予产检假 在过去是没有 公务员有 我们当然 我们的劳工兄弟姐妹 也要有这样的一个产检假 我们的劳动妇女 也要有这样的产检假 在当时也跟部长 有多所讨论这个产检假 也经过多次的协调 那公务员是八天的产检假 有新的产检假 那经过协调 因为一位妇女 我也是一个 两个孩子的爸爸 我也清楚 因为都有陪太太去做产检 至少要十次 医师专业的建议 就是至少要有十次的产检 那所以最后我们就定为 五天的有新产检假 这个让劳工妇女 非常地肯定 这样的一个重要的政策 但是根据104年 我们的劳动部 就业的平等概况调查里面 还是有18%的雇主 不愿意给我们的职业妇女 劳动姐妹 有这样的一个有新产检假 那同意的 也有10% 不愿意给他们全新的 这样的一个基本的权益的照顾 这个部分 我们相关的宣传跟机查做得好吗 请部长简单说一下 是 包括委员 因为一个法令刚开始的时候 我想很重要就是要去宣导 所以我想这个部分 我们会加强宣导 然后希望所有的雇主都能够支持 不过据我们的了解是 大部分的雇主 其实对这样子的一个政策 是相当支持的 所以在这里特别 感谢委员长期来对这个事情的支持 大部分的雇主支持 但是这也是我们劳动部 在104年自己所做的 平等概况调查 所显示出来的一个严重的状况 除了有新的产检假之外 那我也在本会期 也提出了相关的 有新家庭照顾假 跟特休假 这两个重要的议题 那有新家庭照顾假 就是在家庭面临重大的问题的时候 劳工可以平衡他的工作 跟家庭 以及家庭照顾的一个基本需求 那这个部分 也包含了特休假 特休假 其实 以及有新家庭照顾假 都是有很多部分朝衛的委员 都有相同的一个提案 其实朝衛的立委也都支持 那我要请教的是部长 我们相关的 有新家庭照顾假 以及特休假 相关的院版的版本 什么时候会提出来 包括家庭照顾假跟特休假 这个都会增加 这个劳工的福祉 所以都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 对劳动部来讲 但是我们也必须要面对 有一些重要的困难的问题 必须要去解决的 比如像家庭照顾假 他有裁员的问题 就是这个钱要从哪里来 那么也有像对象 什么对象可以试用这个 这个也跟部长有讨论过 有关你有新家庭照顾假 都需要去克服的事情 是属于有新的这样一个状况 当然世界很多国家 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家庭照顾假 有的是一周 有的是一个月 最多的甚至有60天到90天 这样的一个状况 不过他们的相关的薪水的给付 也不同的状况 有的是给予30% 有的是给一半 有的是无薪的这样一个状况 但是我一再来跟部长来讨论过 就是有关于劳工的生活困境 这么多年来 工市场值灾多 而且是低薪资的这样一个状况 我们要挺身而出 来保护劳工基本的权利 所以我还是要求部长 我们的有新家庭照顾假 我想我们会很积极的来跟 劳资双方面来计划来沟通 对于劳工应该有的基本的态度 现在是要更明确的 我们什么时候会提出我们的院板 因为现在不分朝野 很多的委员都提出相关的 这样的一个版本 不管是有新家庭照顾假 或是特休假 我们院板也要尽速的提出 这希望部长要赶快的推动 另外有关于 我们劳工其实有时候认为 政府有提出相关的劳动政策 认为是好的 但是大家担忧 看得到吃不到 就像产检假这样的一个议题 或者是进一步的 有关于劳工的权利 像是我们所谓的一例一休 或者是周休二例等等 也有的劳工认为 这个都是很好的一个政策 例如一例一休增加的雇主的负担 而且让这个雇主去考量他们的成本 让员工有多休息的这样的状况 那这个有的部分劳工就会质疑 这个加班费 成长那么多是看得到吃不到 或是有的劳工认为说周休二例是非常重要的 周休二例非常重要 但是又怕相关的雇主 他不遵守 而且违法 或是不重视这样的一个劳工的权利 所以我们的劳动检查跟劳工意识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们的劳检人力还是明显的不足 这个请部长简单说 因为我们知道劳检是三种方式 第一种是专案检查 第二种是抽检 第三个是劳工的一个检举 但是在目前劳检人力不足 那劳工的这样一个催哨者的保护机制也不足 这个请部长简单说一下 报言 劳动政策要贯彻 劳动检查是很重要的 目前为止我们的劳动检查人力在安全卫生方面是440位 在劳动条件检查人力是325位 所以加起来是765位 那么这样的标准在世界的标准来讲是1比15000个 大概是可以到一个工业化国家的标准 但是我们今年我们有个计划报道人事总数 我们希望能够再争取100多位 也就是从原来的765 希望能够达到1000位 那么1000位之后大概就会达到1比1万个 这个是以开发国家的标准 所以如果这样子的话 我想对于我们劳动政策的贯彻是会有很大的帮助 因为我们的劳工权力在这么多年来是严重的落后 所以我们的劳检人力必须要增加 而且要落实机场 以及相关的这样一个确实的处罚惩罚的机制要出来 那有关于劳工检举的吹哨者保护机制 请部长简单说明一下 我们劳动部有什么作为 是我们现在有设一个1955的一个专线 24小时 所以随时都可以打这个电话 我们接到电话以后 三个工作天之内 我们的检察员一定会到现场去检查 这都是非常重要的 来确实保障劳工的一个权利 不要有推动 不要说我们政府有推动好的这样的一个劳动政策的时候 却因为雇主的不重视 或者是公然的违法 让劳工看得到吃不到 这都是不应该有的一个状况的发生 好 请部长休息 我们现在请NCC的主委 还有交通部 交通部次长 好来 请 这个事务官只能提资料 那我请主委 主委我要请教你 有关于災防告警系统 那这是我在2011年 因为日本发生了311大地震 那在2012年 我就向NCC以及交通部相关的这些单位 要求建立这种災防的告警系统 那经过多年的努力 现在总算有一点成果 那这个災防告警系统 它是分成四种不同的类型 一种是国家级的警报 一种是紧急警报 另外一种是相关的紧急的讯息 另外一个就是测试用的讯息 那国家级警报呢 在目前它主要是分成两种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国家级警报 一种叫做地震速报 地震速报就是规模5以上 震度4级以上 第一时间 我们所有的民众 该区域的民众 就要收到这样的一个国家级警报 那第二种是属于地震报告 就是规模4以上 震度2级以上 在地震发生之后 大概5至7秒 会发送相关的报告 给该区域的给民众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救命的一个讯息 那相关的我们还有 有关于其他的紧急警报 它目前还在建置当中 那警戒讯息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我们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讯息的告警 那这个目前啊 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目前压力的测试不足啊 国家级警报 而且啊 它是用在测试用讯息的频道去做测试 而不是用啊 国家级警报的这样的一个频道去做测试 所以在目前啊 测试的状况非常的多 而且我们测试的范围非常的小 非常的小就是说 像北部 林口 石定 东部就是陆谷 南部就是啊 满洲 还有车城等地 它的范围都很小 而且测试的 已经在这么小的乡镇里面了 它竟然只选了一个里或是平方一公里之内去做测试而已 所以整个状况会让很多同样公司的人 同样电信公司的人 他有的收到 有的收不到 同样品牌手机的人 有的收到 有的收不到 压力测试不足 整个测试的状况 状况啊重生 这个请主委简单说明一下 我们这个栽房告警系统是非常重要的 经过那么多年的努力 在日本早就已经啊 非常的完整了 他们在第一时间就能够收到这样的一个地震的速报 而且啊 连接到医院 学校 交通的系统 甚至连他们贩卖机的跑马灯在第一时间啊 就会跑出相关地震的讯息 大街上的电视墙也会出现 电脑 电视都会跳出来 相关的告警讯息 虽然是只有五至七秒的这样的一个缓冲的时间 但五至七秒其实就能够做一些基本的防护 这个请主委简单说明一下 是 谢谢李委员 就是说这个议题其实因为李委员长期关心 所以相当清楚整个这个 从包括之前的规划 然后到后来的建置跟测试的状况 那我跟委员update一下这个情形 其实这个部分就说 事实上从这个格式的设定 然后通常会负责的就是修改相关的法规 然后同时把这个不管是系统或者是中端的设备 必须要跟这个电信这个4G的业者 能够做一个借接 然后透过这个资讯的平台传输出去 那刚刚那个委员提到的事情 事实上这个部分是从今年开始的1月 到8月已经经过了8个月的测试 那刚刚提到的就是说像满洲或者是领口 这是有一些区域 但是也有一些页它其实做的是全台的测试 所以到目前为止 我跟委员update一下现在的状况 就是说而且到9月也完成了这个数位签帐 防伪的测试验证 那整个测试的状况目前为止 其实应该大致上都能够按照这样的方式 然后在终端设备的方面 有的还牵涉到是手机的部分 那个我们现在就说针对105年3月1号起 经过通传会形式认证的手机基本上都没有问题 那如果是105年3月1号之前的话 可能就会要求这个手机的厂商 要以这个over the air的方式去做update 然后手机的认识 也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警戒讯息来传送 那现在有关于海啸的部分 在目前我们的灾防告警系统里面 还是没有纳入 在921内政部有发放这样的一个 海啸的警报的释放 而且它有发送一些讯息简讯 那简讯它还是透过一般讯息系统在播送 我认为也应该纳入灾防告警系统 这请主委要全力的去推动 作为我们的政府 作为NCC的主委 我们要去推动这样一个灾防告警系统 从灾防防灾中心 科技防灾中心 到细胞广播系统都要全力的推动 对 这个我跟委员不 好 谢谢李委员的谨询 报告委员会上午直询到此为止 下午二十三十分继续开会 进行施政直询 现在休息 下午三十分继续开会 下午三十分继续开会 下午三十分续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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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三十分续开会